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 镑秤 6. 镑秤 7. 对开书面值 8. 检验砂标准砂 工地密度室内校正试验 室内试验分为两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为砂锥锥头平均含砂质量之求法 1. 将砂锥仪装8分满检验砂秤质量M1 2. 平铺书面值于桌上 将中间开孔平板置于纸上 3. 倒立砂锥仪 使其锥形口端对准底板中空边缘 4. 开启砂锥阀门 使试验砂自由落下 5. 带砂锥仪之砂停止落下后 紧闭阀门 6. 取下砂锥仪秤质量M2 第一部分各步骤求得之质量记录于表格中 重复上述步骤至少3次 其误差3到5克以内 取3次试验之平均求平均砂锥含砂质量 室内校正试验 第二部分为试验砂密度 1. 以游标尺量室膜内径与内高数次 求平均体积 2. 砂锥仪装砂秤质量M3 3. 倒立在试膜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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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阀门 让砂自由落下 充满砂锥与试膜 4. 自杀不在漏下 紧闭阀门 5. 取下砂锥仪秤质量M4 重复上述步骤至少3次 取平均值 第二部分各步骤求得之数据 记录于表格中 求平均试膜内砂质量 与试验砂平均密度 具体とワン 2. 智材量佛